有感于花莲地形狭场 交通及医疗诸多不便 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MD300 本着回馈乡里的精神 9号上午在花莲县卫生局 举办台北荣民总医院 玉礼分院救护车捐赠典礼 同时捐赠花莲县政府2000支 花莲卫生局500支 台北荣民总医院玉礼分院 500支带一新赛 县长徐正伟 卫生局长朱家祥 以及北荣玉礼分院院长 都亲自到场受赠 表达感谢 有感于台铁在花莲发生事故时 花莲地形南北狭场 在交通和医疗资源带来的不便 国际狮子会台湾总会MD300 及国际狮子会300A2区 在总监议会议长郭里桂香号召下 9日捐赠台北荣民总医院玉礼分院 价值超过300万的德国福斯高级救护车 同时加码赠送花莲县府 华莲卫生局及北荣玉礼分院 共计3000把爱心伞 这次它的沿流是来自我们的 Puma车祸那一次 那我们第一个时间 我们自由也到现场去做急救的工作 而且到后来我们带领着 自由们去做那个慰问的工作 后来在我们总召 他是我私职会14个总监的总召 留心他非常有爱心 他马上跟我讲说 一掌那我们赶快来 最需要的地方就是要救护车 救护比较快速的 好一点的车子 那就说好 马上定了 他钱也马上付了 后来有一些私有他们说 功德也不能只有让我们的总召 来做啊 那我们也要出一点心力 所以他也出了一点 付一点心力给他们 他们要命把这个功德 送给私有 所以这个丢的来源 虽然是来得很痛 为了一个车祸 还想到我们需要这么精密的东西 那我们将来希望呢 这样的高顶急救护车 可以提升这个重症病患 转诊医疗的品质 因为在转诊的过程当中 很多重症病患 其实我们有再好的人力 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装备 设备在上面 其实在这个黄金急救的过程呢 是非常这个分秒必胜的 这是我们华联南区非常需要的 也谢谢制度会给我们这么好的礼物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可以提升的这个 呃 南区所有的病患 包括我们院内跟社区的民众的转介当中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提供非常好的这个急救的相关的措辞 那可以让花联南区的民众可以得到最好的这个服务 我也非常感谢玉隆我们的胡院长 在这次的疫情 南区的部分开出了 开出了好几场的专折病房 让我们在南区 无论是区域或者是区域 或者是我们 嗯 副立花联医院或者是荣誉院 都有所属的专专折病房来 专专专专专专的 照顾我们的这个公众症和长者 我要再次感谢 北荣玉隆分院院长表示 未来将可协助重症病患在转诊等医疗资源上的帮助 议长郭里桂香表示 未来也将会有更多私有投入捐赠捐款红列 此次与国际师子会300A2区总监游市一 即次完成爱心伞捐赠 此判透过高级救护车 强化华联县南区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 更保障南区县民救护运送的安全与权益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